哈喽大家好我是盈盈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张家岗市 一来到这个城市啊就感觉到 远离了一线城市的一个喧嚣 整个节奏呢它就缓慢了下来 那我相信每座城市它都有 每座城市自己的节奏 不过追求舒适以及便捷 却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的所有的 共同的一个目标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身旁的这个 星光家旅福特B型房车 是与通勤旅区 商务为一体的一款房车 一定会成为你房车生活中的 不二之选 它的底盘呢是由福特新全顺V362打造 2.0T的柴油发动机搭配着9AT的变速箱 动力强劲的同时呢 噪音也大大降低了 整个车长它是不超过6米的 所以说蓝牌C罩就可以驾驶 整个车子从外面看起来呢会比较的小巧 所以说相比较于咱们普通的一个C型房车 在城市当中去穿行 通勤或者说短途旅行的话呢会更加的方便 而且颜色主打就是一个黑色 在比较酷洒的一个同时呢又净显商务范 再来看一下侧面都有哪些配置 上方2.5米的手动张棚带有LED灯 前方注水口取水口 而且都是有冷热水的 整车正向研发 全车采用ABS开模吸塑键 摒弃了传统的软包没有任何胶水 车子尾部呢可以选装爬梯 爬上去后的风景啊我相信一定会更加的灿烂 那车子尾部呢都有盲窗拓展区 就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车子室内的一个使用空间 再往前看试电接口以及柴油的柱油口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驾驶室 整个驾驶室它那个颜色呢还是以深色调为主 所以商务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强烈 那新款的福特新拳顺V362底盘呢 会比老款的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往前看是四伏的多功能方向盘 仪表盘中控大屏 高配版本呢还可以选择双联屏 以及电子换挡和电子手刹 同时我们的副驾驶呢还可以向后旋转180度 虽然外观看上去会比较小巧 不过来到车子里面呢就会发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那再看整个车子它的一个分类呢 是惠客区 储位区以及后面的一个睡卧区 整个车子里面的颜色呢它是那种暖色调 所以会更有咱们家庭的一个温馨 整车的家具采用的是一零级的环保材料 搭配PUR的封边技术 无胶线 无接缝 更环保 更美观 惠客区的上方呢是有一个护眼灯光组合 再往前的驾驶室的上方是有一个通透的大天窗 那搭配着我们两边的一个外推窗呢 就算是在室内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拥挤 反倒通透性呢会更加的好 在我的左边呢上方是有两个储物空间 下面呢是有一个外推窗 刚刚也提到了可以保证它的一个采光以及通风 那我现在所坐的这个地方呢是两人的卡座沙发 在我前面还有一个iPad它可以联网 那如果咱们带小朋友出门的话呢也可以在这里让他学习以及阅读 所以说又有了咱们娱乐的一个功能 再看前面小桌板呢可以向外延伸 搭配着可以旋转180度的副驾驶呢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三人的一个对象卡座 小桌板还可以移动到户外来使用 搭配着下方220伏的插座 在这里呢就可以使用电磁炉实现户外露营的乐趣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厨房区域了 这里这里呢都是我们的储物空间 再往下呢它是一个不锈钢的水槽 旁边小桌板呢还可以向外延伸 以及下面呢搭配了两个储物抽屉 中间是一个格赖式的微波炉 旁边还有电磁炉以及85升的可冷冻可冷藏的冰箱 卫生间呢采用了魔术空间卷帘门的设计 就连过道的一个空间都利用了起来 所以里面的空间呢会增加一倍 上方换气扇LED灯 带有储物功能的化妆镜 以及淋浴花洒一体式的水龙头 下面还有一个合适马桶 后置横床呢它的一个尺寸是1米85×1米2 因为有一个隐形的窗户拓展出去呢 它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上方呢同样是有一个大天窗 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外面的一个风景 外面呢都有两个外推窗 同时也保证了这个空间的一个采光以及通风 来到我们车子尾部呢打开这个门之后 还要打开这个纤维器 这样子呢这个门它就可以180度的打开了 所以整个的一个空间呢会显得更加的通透 同时呢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我们后置的一个横床 它是一个折叠窗铺 下面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放置我们的自行车电瓶车 以及我们的搭建的一个物品 同时将这张床铺折叠之后呢 也可以变成一个过道 那么最后呢再来说一下这辆车子的水电配置 90升的清水箱 40升的灰水箱 12伏400安时的锂电池 3000瓦的逆变气 以及80安的行车发电 指导价格呢是35.8万元起 你觉得怎么样呢 评论区抓紧直接给我们留言吧 谢谢大家